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冠军赛的冠军本阿斯科伦两个人打拳击赛 这场比赛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我们可以看看比赛请了很多顶级流量的娱乐明星 去做现场表演 有加森比波 还有狗爷 斯路普道 而且前UFC重量级冠军弗兰克米尔 也在这场比赛开启了自己的拳击首秀 所以这是一场PPV购买数量上一百万的大赛事 我们接下来看看这场赛事有哪些精彩的亮点 好了 这周网上的油管网红杰克保罗 跟前万冠军赛和前Bedda的冠军本阿斯科伦 打了一场拳击赛 这场拳击赛是引发了重大的关注 很多人认为这场比赛太商业 然后对拳击的专业性有负面影响 很多人认为不管怎样有很多人付费来买这场比赛的PPV付费观看 而且这个购买数量已经超过一百万件 这个对拳击的推广是有好处了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他对拳击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我认为这个对拳击肯定是有好处的 而且是太有好处了 因为他们可以把很多平时不关注拳击的娱乐圈的粉丝都吸引过来 毕竟现场演出的有贾森比波和狗爷 他们在流行音乐圈和嘻哈圈的粉丝肯定会因为他们的演出而关注这场比赛 进而关注整个拳击领域 而且这不就是拳击界一直在追求的流量吗 娱乐圈的粉丝数量 别说是远远大于拳击圈的粉丝数量 都远远大于整个体育圈的粉丝数量 所以说这场比赛跟娱乐圈有深度的交互 对整个拳击产业只有好没有坏处的 那么这场比赛打完之后 杰克保罗是KO对手获胜 那对于杰克保罗来说 他这场比赛的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给他打打分 首先做一个没有任何拳击基础的油管网红 杰克保罗的备战非常充分 他比赛时的状态 无论是从他整体的体质率 还有他肌肉的维度 以及他反应的速度 出拳的力度 已经是职业选手的水准了 如果他借这一次以素人姿态 跨界KO两大MV组织冠军 本阿斯克伦的身为 下一步 他可以借这个网络的声誉和流量 去挑战梅威瑟 相信他在网络打好嘴炮的同时 也会苦练技术以更强大的姿态去打梅威瑟 好了 那么说了杰克保罗 杰克保罗的对手 本阿斯克伦这场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本阿斯克伦本场的表现 像一个业余选手 首先他的体质率超高 腰上有游泳穿 完全没有一点训练的痕迹 而且还被对手快速KO 同时也在网上给大家奉献了很多的动图和表情包 从他到了UFC再离开UFC 直到现在输给杰克保罗 他本人就是一个行走的段子发源地和动图表情包 几乎网上就没有人说他好过这场比赛 他收获了骂名 但是也收获了金钱 而且还拿的不少 加上他这场比赛之前 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拿这些钱可以让他买一个很好的医疗保险 而且作为一个摔跤手来说 髋关节置换手术是所有摔跤手的致命的诅咒 大家知道在更早之前 前UFC的重量级冠军和前PRIDE的重量级锦标赛冠军 马克·康尔曼 也是因为常年的训练影响 然后让自己的髋关节 接受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就跟本阿斯克伦做的手术一样 所以说希望本阿斯克伦能够拿这些钱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那么在这场比赛 赛前新发布会阶段和网络打嘴炮阶段 杰克保罗狠狠地当众地羞辱了迪隆达尼斯 那么这场比赛 他又赢了阿斯克伦 那么未来杰克保罗会再打上迪隆达尼斯吗 而且因为这场比赛如果他在打赢了迪隆达尼斯 会造成他跟迪隆达尼斯的队友嘴炮迈克雷哥打一场比赛吗 我们知道在UFC的哈比布曾经欺负过迈克雷哥的队友 罗伯夫 然后迈克雷哥就很不服气 就要赌哈比布 甚至还用拖车砸碎了大巴的玻璃 让当天要参加UFC比赛的多名选手受伤 因为受伤 而这些选手就退赛了 影响了UFC的比赛 后面迈克雷哥如约的对战了哈比布 那么这场比赛 杰克保罗羞辱了迪隆达尼斯 未来他有可能再跟迪隆达尼斯打一场比赛 未来如果他再赢了迪隆达尼斯 那么嘴炮会不会再跟杰克保罗打一场比赛 因为毕竟杰克保罗可是当众望自己的队友 迪隆达尼斯脸上扔了 玄同志狠狠地羞辱他 并把这个羞辱他的视频发在了网上 让很多人点赞和转发 如果未来杰克保罗真的赢了迪隆达尼斯 那么迈克雷哥就可以正大光明 理由充分地替队友报仇出去 打一场比赛顺便才可以票房 大漫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博览天下的内容 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